这些是香港街边不值钱的招招箱 没什么人会怀疑 刚刚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3粒EA电 鬼杀这么吵有灯 好事见怪不怪 但我没想过它怎么可以串到这么多东西 然后发现有奇怪的东西 拖一粒电 捉不到一粒 现在剩下两粒电 一粒电 一样的 所以我感觉奇怪再试一下 一粒电 脱一粒电 现在压着喇叭 可能大家听不清楚 虽然灯不着 但是一粒电都叫出来 可能有些人就不觉得 不以为意 但如果我们玩开某个大厂牌 那些会发光发声玩具 它起码都要3V 一粒电子1.5V 一粒电子1.5V 这个就算在其他电脑上 或者玩具 1.5V 摄到声音 真的比较少见 今次这样 这个是研究价值 现在爆开看看 拆开了 这个都在哪些 只有一些小小料 完全发声 控制灯 就是一粒大厂牌 都想不到 这里 有6个LED 哇 神经 大家看 都可能利用会捷射板 做彩灯 是一个很大的 我先用兩顆電視 一顆都很快發聲 之前我試過用這些 訂了一塊可以入聲的MP3組件 訂了一塊連運費都要三四十元 我進了這個聲 我先用一塊電視 它的聲音結束了 這個也要3.7V 这个制裁枪的设计是否 它的设计比较硬 我自己说比某间我们玩开大厂牌的 它真的做得好很多 有些五六百元都是灯发过声 但是有没有那么好的设计呢 其实你只是这粒刺屎 没有东西的 要什么商品就是工厂进入的刺屎 厉害 希望大厂牌都太黏着责任 但希望可以改善一下 这些客户比较什么价钱 像山寨厂那些 不要乱说了 算了 明白明白